后来我们就结束这种异地 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状态 香菇菜业状态 回来之后还是矛盾不断 我虽然是北方人 但是我很喜欢吃辣 每次我吃饭的时候 我都点辣 但他肠胃不好 他就希望我不要点辣 我迁就他一些 那这不是个问题 你吃麻婆豆腐 他吃清炖豆腐不就完了吗 对啊 中国八大菜系呢 你叫什么劲呢 你欺负外国朋友 那时再不行的话 那大家就分开点嘛 各点各 对啊这不就行了吗 那各点各的 那你问问他怎么说呀 这样的我觉得会浪费 你们出去吃饭点几个菜啊 没有点几个菜啊 节约是个好习惯啊 你们吃饭点几个菜 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一个道问题 好吧 这不是个问题 因为我们回来相处一段时间嘛 然后我朋友也都知道 说我谈了个男朋友 然后我闺蜜就说 改天一块出来吃个饭 我们帮你看看参谋参谋吧 对对对对啊 然后我那天我们就去了一个 十三天因为迁就他 他不是不能吃辣吗 吃完饭的时候 那个服务员结酱嘛 结酱就把账单给他了 因为我考虑那顿饭 的确也不便宜 他也是一个学生 我怕他没有那个经济能力 拿不出这钱来 到时候不就很尴尬吗 然后我就主动抢着 把单给买了 其实在买完单之后 他不高兴了 找过来就是找我吵架了 父亲的时候他自己父亲 但是这样我不喜欢 因为我是男的 我应该父亲 还有呢 他的 他的鬼秘也在一起 他们会觉得怎么样 我怎么样的人呢 所以我给他生气了 那我替你考虑我还错了 人家也是要面子的人 对啊 别认为一瞻外国人 都AA制 也有要面的 懂吗 对啊 那你说你要面子的话 那你为什么 当时在餐中 都不照顾我朋友 都不顾及我的面子呀 你都没有给他们 那个端茶倒水的 不吃西餐 怎么端茶倒水的孩子 不是啊 你倒个水总行吧 是不是 她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 初恋啊 对 所以我不知道 怎么和他们在一起呢 如果我给他太亲密 他就可能给我生气了 后来呢 我不给他们太亲密 他就会觉得我不礼貌 我也不知道